今天呢 跟你们来聊聊这双复课的同喷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 喷炮算是被称之为圣物 并不是每一个城市 它的耐克店都会有喷炮在货架上摆着 基本上那个时候 所有的喷炮全部都是要加价买的 当时你作为学生 也算是天价 我记得当时同喷的价格可能在2500左右 甚至到3000 但是呢你随着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 喷炮的热度啊 也远远没有当年那么高 甚至现在算是冷门鞋了 同时现在的这些鞋类科技啊 各种的超灵界啊 各种的这种编织面啊 也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而日常出街呢 可能也不会去选择这么笨重 这么不透气的鞋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复刻啊 它这个配方有调过啊 它的这个鞋面啊 没有圆年啊 来的那么硬体 感觉它里面填充的这种材质啊 就偏软一些 然后整体的鞋面呢 就是这种Fomposit的一体成型的鞋面 基本上整双鞋啊 你只能在后跟和鞋头的部位啊 看到一些缝线 其余的呢 都是一体成型 整体它鞋带孔啊 做的还是挺靠前的 这个地方基本上到了脚趾的位置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一个Penit的logo 然后整体呢 它是一个群掌内靴的形式 只不过它的内靴啊 填充物就很薄很薄了 然后后跟也有一个Penit的logo 中底的配置啊 真的非常夸张 就不论是那个年代 还是这个年代来看啊 它是一个全掌的zoom air 然后配合后跟 加了一块马蹄形的zoom air 相当于是双层的zoom 然后呢 透过水晶底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碳板的面积啊 非常之大 不仅大 而且它的内侧和外侧 都有做这个上翻 算是一个异形的碳板 而且这个碳板的厚度啊 非常之厚 外底呢就是水晶底 包裹着内侧 人字纹的橡胶底 然后整体这个铜喷啊 上脚效果啊 还挺帅的 就是喷泡啊 不管怎么说啊 它的这个鞋型啊 不论是在当年 还是在现如今啊 依旧非常能打 但是我觉得 它里面这个材质啊 肯定有所改动 因为它整体的鞋型 没有元年那个时候啊 来的那么立体了 就总感觉啊 这个鞋会有点肿 然后它整体的鞋楦啊 是中 然后这个鞋面 在弯折的时候 它也不会有这种卡脚的现象 元年我记得是有一点 可能这个和它鞋面材质 变软有关 然后整个中底啊 这个不得不说啊 依旧是非常澎湃 就你每走一步啊 你都能感受到 它这个zoom气体的这个流动 后跟就更别说了 双层zoom脚板更为空白 其实在我上大一的那一年啊 当时我买了一个蜘蛛侠炮 基本上我只要去那个塑胶厂 里打球啊 我都穿那双 当时只能感觉这个鞋啊 特别能打 就是你要回弹 哎 它有回弹 你要缓震 双层zoom又能给你缓震 然后你要抗拧 推进啊 它这个弹纤维板也能帮到你 最主要整个鞋面啊 不论你体重多大 它都能兜住你的脚 但如果你以现在这个标准啊 去看它的话呢 它重量确实偏沉 它真的可以说是和勒布朗持久啊 是一个等级的 第二呢 就是因为它鞋面啊 包括它这个碳板啊 都是偏硬的 所以说整体这双鞋呢 会有些板脚 如果这两个问题 你都能克服的话 那这双鞋完全是可以实战 目前来说 喷炮的价格啊 都没有像一几年那个时候 长得那么夸张了 我觉得对于喷炮的爱好者来说 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也推荐给一些 没有穿过喷炮的朋友 你可以去买一双 你自己觉得颜色最帅的喷或者炮 你回家穿穿看 特别是马上要到冬天了 这个鞋真的非常的耐穿 而且我觉得脚感也不会让你失望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